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話說特朗普陣營的反擊陣勢 可以說是一浪接一浪 在大選之後 有些媒體拍到特朗普 有幾天都去了打哥爾夫球 當時引來了很多猜測 如今回頭 特朗普應該一早預視得到 在大選當中會發生種種的選舉舞弊行為 他就一早已經有所準備 所以才是這麼棄定神閒 空有成竹 究竟特朗普的陣營怎樣進行大舉反擊呢 首先來講就是司法部長巴爾 終於出手 巴爾一直為人救病 就是被人說他佔著毛坑就不拉屎 即是不作為 但是在前日 有超過40名的共和黨籍 參眾兩院議員 聯署了一封信件 其實就是向巴爾施壓 叫他 真的要看一看 現在有那麼多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 你是不是需要去調查一下呢 到今天 巴爾就歸隊了 終於肯去查 巴爾發出了一份備忘錄 特別授權各地的聯邦檢察官 是可以採取行動 在今屆總統大選結果被正式認證之前 就對那些選舉舞弊行為 進行實質性的指控 巴爾也有提到 說在過往來說 一般司法部都會等到整場的選舉結束以後 才會對於那些選舉犯罪行為 採取行動 但是他又補非 他說其實這一種方法 都需要視乎情況而定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種被動和延遲的執法方式 有可能會導致一些 無法糾正的選舉不當行為的情況發生 但是也必須要根據具體的情況 作出適當的決定和判斷 巴爾就進一步解釋 說 可能大多數所謂的選舉不當行為指控 很大程度上都不會影響選舉結果 故此這些不當行為可以適當地推遲來調查 但就不是所有的情況都是這樣的 另外 由於投票就已經結束了 就算那個選舉結果是未曾確認也好 司法部的行動對於選舉所造成的影響 都是微乎其微的 他其實所寫這段東西出來 那個目的就是想幫自己來開脫 他就擔心被人質疑他 究竟你現在是不是偏私 是不是偏幫特朗普 因為 在以往來說 司法部就不會在那麼早的階段 去調查那些 選舉不當的行為 現在巴爾就說 其實這些規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他就幫自己來解釋 實際上來說 他這個做法都不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正正就是有些選舉舞弊的行為 導致某些州的選舉結果是翻轉了 如果不在這個階段來調查的話 等到所有東西都是 米以成催 等到所有東西都是塵埃落定 改變不了的時候 等到 依靠這些選舉舞弊行為 去登上大衛的人都坐穩了以後 才去調查 那就拔到睡了 因為到時候 就算是查到 真的有哪些選舉舞弊行為是發生了 但是到時候 那個選舉結果都已經是不可逆轉了 就會對於那些 因為選舉舞弊行為 而導致落敗的候選人 是非常之不利 以及不公平 其實巴爾也定了一些細則出來 他就說 如果真的存在著一些明顯可信的選舉舞弊指控 而這些指控是屬實的 又可能會影響到個別州的選舉結果 就可以對於這一類的 選舉舞弊指控進行調查 如果這些指控是不足以影響個別州的選舉結果 就可以把這些調查 推遲到 等到選舉程序完畢才進行 即是告訴那些檢察人員 需要有一個緩急之分 就要查了那些會影響大局的東西 實情巴爾這次的決定 也是為著特朗普陣營 打了一枝強心針 為什麼呢 起碼他的取態就相當重要了 如果他一直說都是不作為的 懶懶閒的 那就很嚴重了 因為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如果真的拖到這個日子之後才慢慢查 查來都沒有作用 第一個日子 就是12月8日 這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選舉人團的安全線最後期限 如果在這一日或者之後 在個別的州仍然存在一些選舉爭議 以及相關的法律訴訟還未能解決的話 根據美國憲法的規定 不管這個州的投票情況 是怎樣都好 那麼 州議會就有權來決定 這個 仍然存在著 爭議的選舉結果 是無效 並且推舉出自己的選舉人團 所以這一天就很重要了 其實距離現在 只有不夠一個月時間 如果那些 法律訴訟一直拖下去的話 那州的選舉結果 就不用看了 就反而要看 這個州的議會 究竟是由哪一個黨 是佔多數 另外一個日子是什麼呢 就是12月14日 選舉人團 就會開會 進行投票 所以如果這些選舉舞弊的指控 一直拖拖拖拉布拖下去 不去刪不去查 拖到選舉人團都投完票的時候 就已經是沒得 所以難怪 共和黨籍的參眾兩院議員 要這麼咬牙切齒 去對這個巴爾施壓 麻煩你做些事 現在也好 巴爾 終於是有反應的 另外一件反擊行為是什麼呢 在講下去之前 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第二樣的反擊行為 就是美國有10個州的總檢察長 組成了一個聯盟 向聯邦最高法院 提交了一份意見書 他們共同支持共和黨人 對於賓州州務卿 波克瓦爾提出訴訟 同時也要求最高法院 要推翻賓州法院 有關於延長郵寄投票截止期限的裁決 他們認為 賓州法院的裁決 是變相改寫了法律 侵害了 立法機關的權力 而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他們也認為 賓州法院延長郵寄投票三日期限的決定 是屬於違憲行為 他們認為 只有州的立法機關才有權制定這些條款 司法機關是沒有權的 其實我對於這個觀點也挺同意的 為什麼呢 因為法院就著一些爭議才來 作出裁決 有什麼可能越左代跑 明明是屬於立法機關的權力 就變成是由司法機關來制定 如果要修改 關於郵寄投票的截止日期的話 就應該交給州的參議院和州的眾議院 來決定 現在賓州法院的這個裁決 就搞到 好像由司法機關來執行了立法機關的權力 難怪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會說這是違憲行為 一旦牽涉到違憲行為 就一定要由最高法院去審理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兩個期限 如果一直到12月8日的時候 這一場的官司還沒打完 賓州這個情況會是怎樣 其實會由賓州的議會來決定 究竟哪一個人來擔當選舉人 如果去到12月8日 那個選舉爭議還沒結束的時候 州議會也是有權決定 說這一次的選舉結果是無效的 所以變相來說 這一堆由州議會所推舉的選舉人 就不需要按照那個所謂的選舉結果 來進行投票 當然如果真的在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 就會對於特朗普 比較有利一點 最後就說一下 特朗普在Twitter上 狂轟輝瑞藥廠 為什麼呢 他就說 輝瑞和其他藥廠 只會等到大選之後 才會公佈疫苗的成果 因為他們沒有勇氣 在大選之前這樣做 同樣地 這個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也是更加應該早點來公佈的 這個不是因為政治目的 而是為了要拯救人命 其實我也認為特朗普這個說法 是具有合理的懷疑 為什麼你那個藥廠 早不公佈 遲不公佈 都要去到 這個大選之後的五天才肯去公佈的成果呢 因為你不是第一天進行測試的嘛 你就已經是測試了好一段的時間 如果 在大選之前公佈的話 當然 就會對於那個 選情 是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特朗普一直都強調 說這個疫苗 在10月底就會出現的啦 就變成在11月頭才出現啦 輝瑞方面 其實他們也有解釋的 總有原因解釋得到的 他們就說 其實是到了 即是這個星期日 他們才知道那個測試結果 所以才有所公佈 你要這樣說 就怎樣也能解釋得到的 不過究竟說服力是有多強呢 那就真是見仁見智了 這個消息去到昨天才公佈 當然啦 特朗普就沒有辦法來 所謂領工啦 問題就是 其實目前那個 總統任期 仍然是由特朗普來做的 拜登也沒有辦法領工的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有些 左翼的分子 評論員就走出來 幫拜登的高帽 說這就是拜登的成果 關他什麼事 現在他都未曾上台 現在確認了他真的是下一屆的美國總統 那些官司又未完 現在只不過是有一些主流媒體和社交平台 夾手夾腳地按了一個名字 給拜登就說他 是叫做總統當選人 那實情是否真的由他當選呢 到現在這一刻 你都未能100%確定啦 對不對 所以你說 這個疫苗的成功研發 就是跟 拜登有關的啦 就是他的功勞啦 這些完全都是閉上眼來做評論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